可以看到目前颱風所在的位置 真實色衛星圖上可以看到台灣在這個位置 目前台灣附近雲量還是相當稀少 而今年的第三號颱風凱米 目前是在台灣的東南邦大概69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目前是一個輕度的颱風 這個颱風未來會逐漸的往北北溪的方向前進 逐漸接近台灣東南邦的海面 而西北太平洋上目前還有第四號颱風巴比倫 目前是在比較接近台灣西南邊在海南島這個位置 後續會逐漸的進入華南沿南 因此在未來一個禮拜以台灣的天氣來說請大家要多多關注的是在東南方的凱米颱風了 而從最新的颱風的路徑預測圖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在這個位置 目前的話颱風目前還是在旅宋島的東南方海面 未來一天的話颱風會以北北溪的方向 逐漸的往台灣東南方海面前進 而到了23號之後 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導引 這個颱風會逐漸的方向會由 北北溪 逐漸轉為偏向於西北的方向朝台灣北部近海 來前進 那以最新的路徑上面來說又稍微的往台灣的陸地這邊修正了一些些 因此我們預計它可能是在 24號深夜到25號上半天這一段時間 中心會相當接近 台灣北部的海岸線 那不排除當中可能有登陸的機會 不過以目前的預測潛視的預報上來看 路徑上還稍微有一些些不確定性 因此它有可能會比較接近台灣陸地一些 但也有可能稍微遠離台灣陸地一些 不過依照目前的路徑上來看的話 在禮拜三禮拜四 殭屍會對台灣本島 天氣影響最大的時候 而禮拜四到禮拜五隨著颱風進入台灣海峽北部 也有可能會對馬祖的天氣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天氣 今天因為颱風離台灣還是相當的遠 所以主要各地都是典型夏季的天氣形態 從降雨的預測圖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白天 基本上都還是 各地都是多雲道晴 有些地方 會有午後雷震雨出現 今天午後雷震雨主要會集中在 西半部山區 以及在南部的平地 還是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現 這樣子的降雨到了今天入夜之後 會有明顯的緩和下來 明天開始 颱風外圍環流逐漸的影響到我們 因此在迎風面 開始會有一些零星的雨勢 雨勢的話在明天 是越晚會越來越明顯的 我們從 另外在今天的話 是溫度的部分也要特別注意 因為今天其實各地 天氣大部分都還不錯 西半部的高溫 有機會來到36、37度 東半部也大概在33到35度左右 離島的部分的話 尤其在金門 也是會有36度的高溫 我們持續針對部分的縣市 發佈高溫資訊 今天在外活動還是要留意防曬 多補充水分的情形 而至於未來的天氣 則跟這個颱風的動向 有相當大的關係 明天會是一個颱風逐漸往 東南部海面接近的過程 在外圍環流的影響底下 北部跟東半部會開始有些降雨 甚至在東北角 迎風面這邊 雨勢上越晚會是越來越明顯的狀態 另外在中南部的部分 則還是維持典型夏季的天氣形態 白天比較炎熱 中午過後還是會有些午後的熱對流發展起來 當中也可能會造成一些較大的雨勢 隨著颱風逐步的靠近 我們預計明天沿海的風跟浪 就會逐漸的增強了 而到了禮拜三禮拜四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颱風最接近我們的時候 颱風逐漸靠近 首先是在北部跟東半部 尤其宜蘭跟花蓮風雨會逐漸的增強 在禮拜三這段時間 下半天開始 隨著颱風更加接近 包括了在中南部 的風雨也會逐漸的變得比較明顯 到了禮拜四颱風還是在台灣附近 我們可以看到 西半部的雨勢 跟風力還是相當的大 依照目前的路徑來看 這個颱風對於中部以北 宜蘭以及馬祖的衝擊是最大的 但是對於南部跟澎湖也是可能會有些 強風以及好有出現的狀況 不過 整個風雨最大的區域 其實還跟颱風它的路徑有實際的關係 請大家要特別留意 我們預報上面的最新資訊來追蹤整個風雨 可能比較大的位置 預報上面的改變 我們預計到禮拜五之後颱風會進入中國 逐漸的北上遠離 但是因為後續還是有非常多的難來的水氣的影響 因此中部跟南部還是會有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發生 那一直要到之後 整體的降雨才會逐步的區緩 另外在這一天 因為馬祖離颱風還是比較接近 所以上半天的時候風雨還是比較大的 這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最後是今天跟明天浪的部分 因為天氣上非常的好 但是海邊的長浪已經逐漸的出現 我們預計到了今天的晚上 其實包括東海岸 恆春半島 浪高就有機會來到1.5米 甚至是接近2米左右 所以今天前往海邊活動就已經要注意安全了 到了明天颱風更加接近 我們可以看到東海岸 甚至包括台灣海峽這邊 浪高也會來到3米以上 明天開始海上的狀況會變得比較惡劣一些 所以最後提醒大家 今天還是典型夏季的天氣形態要留意有高溫 午後有雷震雨的狀況 颱風外環流明天開始逐漸影響 禮拜三禮拜四 甚至到禮拜五的馬祖是颱風影響最大的時間點 各地都有可能會出現強風以及豪雨 警報的機率相當高 我們預計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有機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明天下半天有可能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請大家一定要持續留意颱風的最新動態 並且提前做好防海準備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氣說明 我們要還可以去除天氣 紅色的機率 我們要來公表 詐%&顱風